有一位聪明的纳仙比丘 弥兰陀王经常为难他几个问题 都被他非常机智地回答了 弥兰陀王有一次问纳仙比丘 你们出家人奉信慈悲为怀 你怎么去原谅你的仇敌呢 你们不是慈悲吗 你怎么样来原谅别人这种仇敌呢 纳仙比丘笑 他说大王 如果您的腿上长了一个浓血仓 你会把腿砍掉吗 不会 那么大王你会怎么办呢 我会细心地清洗他 给他敷药 时间久了 这个仓就好了 纳仙比丘说 对了国王 仇敌坏人像一个农仓 你不去照顾医疗 你不去照顾医疗 他就会蔓延 会恶化 所以必须用法水去清洗 使他们改邪归正 改过自新 这个跟大王您护死腿上的浓疮 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慈悲就是要学会原谅别人 精进就是要学会 忍辱敌人 ��止 关于 amente 你 我 你 好 我 别 我 在